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在過去的六年裡面 我們跟台灣自殺防治學會 繼全國自殺防治中心的團隊 由李宗盛教授帶領 把我們台灣最重要 本土的一些自殺防治的資訊 以及過去我們的一些時政研究 集合成我們今天這個課程 那當然我本身跟李教授 有非常多的研究 都是圍繞在自殺防治這個領域 那很高興藉由我們這個課程 把這樣的知識傳遞給更多跨領域 跨科系的同學們 能夠成為重要的守門人 那所以我想今天第一堂課 大家應該是懷抱著輕鬆的心態 今天天氣很好 然後大家聚集在這兒 我們希望說等一下的時間裡面 除了介紹課程之外 我們這個課程最重要的是 分組討論的一個形式 那每年我跟李教授都分工合作 那在四個助教的一個協助之下 我們有四個組別 那這個課程透過小組的深入討論 我們每學期讓同學都有非常多 針對跟自殺有關的 跟自殺防治 以及心理健康促進有關的一些知識技能 能夠讓大家有一些學習 那最重要的還是希望說 他的這個生活的應用 希望同學是能夠對你們的自身 還有周遭的他人都有幫助 所以這堂課我想很重要的一個精神 就是培訓我們的同學成為重要的守門人 這個守門人就是我們講真愛生命守門人 照顧好自己才能夠照顧他人 那所以在等一下的課綱當中 大家會發現我們有蠻多的元素 是跟這個心理健康促進跟自殺防治有關 那基本上的核心概念就是從守門人出發 那在自殺防治學 這個這樣的一個學門之下 我們可以有非常多的一些細節的討論 那各位知道 為什麼要把心理健康促進放在前面 在這堂課我想 李教授跟我都會陸陸續續 每一週的主題之下 讓跟各位說明 這個為什麼心理健康促進 它的重要性是大過於我們講 當然它跟自殺防治的一個關係 是非常密切的 因為你們把它想成一個連續線 在一條線裡面的兩個極端 一邊是心理健康 那另外一邊把它想像成這個自殺 當然我們最極端的結果 就是一個自殺行為的表現 當然我們希望說 讓同學對於這個心理健康的極端 可以逐漸的趨向於這個部分 所以在這堂課我們其實蠻重視同學們在 心理健康的理解還有自我實踐 所以我們會教各位一些有關 正向心理學底下的一些簡單的技巧 那我想這些都是我們這堂課所著重的 那今天第一堂課我想先介紹一下 我們的團隊請李教授 我們先來跟大家打算招呼 所以請各位鼓掌歡迎我們這堂課 很重要的合授老師 就是我們李林斌教授 來跟各位說明一下 各位同學大家有關 大家好 好 這堂課它主要自殺防治 但是它是基礎 那我也是剛剛提到 因為自殺防治一定要動得壓力管理 要動得健康促進 所以這堂課是像全台灣 包括各行各業裡面 都自殺防治課程裡面史上最長的 所以這堂課 畢業以後 你會學到什麼 除了預防自殺 另外一個心理身體的健康維護 更重要的 這堂課最後 想讓大家除了身心健康以外 還會過得辛苦的生活 聽起來很容易 但大家做起來雖然很難 但是在老師主任的領導下 大家一定會做得很開心 那秘訣不夠講 留給吳老師來講 那期待 大家都有機會可以秀到這門課 共同的擔任真人生命 心理健康促進的首輪 謝謝 謝謝 好 謝謝李教授簡短的一個介紹 那接下來我想先請兩位助教 幫我把指引單發下去 我們開始進行有關課程的一些 細節的說明 你們現在拿到的這個指引單 會是你們未來一學期的一個 簡單的參賽 那接下來我想要就是說明一下 我們這堂課 各位可能會學習到的一個知識 以及你們必須要遵循的一些遊戲規則 那麻煩修這個課的同學呢 務必要遵循我們的一個課程的規範 那相信大家都可以得到很好的成績 那在首頁這邊我想也提醒一下 就是剛剛提到我們分四組 那四組的助教來自於大部分都是碩博的同學 那只有第四組我們會邀請護理系的同學呢 來擔任這個助教 當然也是四年級的同學 那以往我們四個組別有博班 有碩博有學士的一個帶領 我想都可以有很好的一個討論的成果 所以很期待這學期我們在四位助教的帶領之下 有很精彩的討論 右邊這個討論課的地點先讓大家知道一下 教室的部分請大家不要走錯 那我們等一下會在後續分組 大家再注意一下你們的一個討論課的教室 分別都在四樓 我們這學期也希望說在我們分三個部分 進行這個三小時的課程 那能夠在第二部分的時候 各組都有一個比較寬廣的空間 可以進行課程 所以我們就是特地為每一組都選了一個教室 那也因為疫情跟學校目前規定的關係 麻煩同學也務必遵循我們目前的一個規範 就是由於在教室空間比較不足 我們在這間教室請大家口罩務必 就是大家都要戴上 那假使是在各組的教室 像新生的教室其實都滿寬廣 那如果說大家可以維持這個人際間的 1.5公尺距離 那麼口罩可能就可以不用戴 但是如果說你有感冒的症狀 務必要事先讓老師知道 那學校非常重視目前疫情的一個管控 所以麻煩同學可以跟我密切的保持一個溝通 這學期的話當然這個疫情的影響之下 我們也希望同學身體平安 那在過程當中 加持跟之前一樣會有線上課程的需求 我們可能中間會做因應 不過如果說沒有意外的話 由於我們這堂課討論課的一個設計 比較仰賴同學們面對面 見面的討論是同學比較喜歡的方式 那在上學期我曾經做過一個調查 事實上在108-12學期就開始有疫情的影響 那那個全班的調查我發現是55波 有同學覺得討論課就在家線上學習就好 但是有高達一半的同學 事實上是比較傾向於大家來教室 那我想前提應該是在各位身體健康 而且願意大家在這個環境底下來 分享彼此的學習經驗以及知識 或者是你的一個自身的一個觀點 所以我想這個部分先做一個說明 就是未來不管怎麼樣 我們都會共同來因應 那希望目標就是達成一個比較好的學習 所以在環境的安排上 老師有做這樣的規劃 今天是第一週 我想我們要完成動機單 還有一個疫情下的健康問訓調查 以及學前的測驗 那這邊有QR Code 我想如果已經是在系統被選入的同學 我們今年在學期還是會用Core的這個系統 老師會請助教把所有的教學資源 全部堅持在上面 包括教作業還有你們的討論課的記錄 全部都在上面 全部匯整在一起 所以請同學運用Core來取得所有的訊息 那有關我們這邊的三個QR Code 同學從Core平台上面 今天的PPT都可以看得到 所以麻煩你們如果要完成這些表單 就是等一下要掃這個QR Code 那說明一下就是今天系統上有90個同學 那麻煩你們務必要完成這個休課動機單 因為我們等一下立刻要進行分組的動作 那健康問卷跟學前測驗 我想學生測驗很簡單 這只是供我們這個學生開課的一個參考 所以請大家可以完成 那在這堂課這邊的幾個遊戲規則 大家可以看一下 我想除了動機單以外 往後就是希望大家是準時出席 尤其是討論課 那助教在第一堂課 我們的形式第一堂課大家都會在這裡 先進行一些主題的聚焦 之後才會分到各組 所以麻煩準時是很重要 我們有設定遲到的標準 等一下大家會看到 那也順帶一提就是說 團體的形成其實是 它是一個我們叫做封閉型的團體 團員彼此是知道的 所謂封閉不是說它的氣氛很封閉 不是 而是指它的團員是固定的 那所以任何的變動 包括參與或退出的人呢 當然都會對這個團體有一些影響 我們希望讓這個影響降到最低 那雖然說我們的這個四組小團體 都不是屬於所謂的心理治療團體 這絕對不是有治療的目的存在 它是一個學生的一個討論團體 也就是因應我們在教學的目的下 所形成的一個group 所以這個團體我想是大家會有一個共識 在整個學期的過程中會有分工合作 那學期末在第18週我們會讓同學有一個 所謂的微電影的產出 所以它都是一個我們叫團體合作的一個形式 而且每一週呢 同學們都會密切的討論 助教會幫忙分很多小組 所以在各小組的一個協助之下呢 在助教的帶領下 各小組的成員都可以有很多的一個認識 所以大概這樣的形式來進行我們的課程 在這一張slide的主要就是告訴大家 在進入到我們這一堂課 它的一個最主要的背景 那大家了解到 平均根據WHO的統計 每40秒就有一個人自殺 這個是依據我們下一個數據來做換算 因為每年全球自殺的死亡人數是來到80到100萬 所以它如果換算成一年的時間 大概是每40秒就有一個人自殺 而且這個自殺不是自殺企圖 而是自殺死亡 那所以這樣子的議題在我們的社會裡面 在以國際的社會來講 它並不是一個很少見的議題 特別是當我們把它放在一個 假使是所謂的自殺所影響的人群來看 一個人自殺死亡 他周遭有6到10個親朋好友會受到影響 這些人我們簡單稱為自殺遺族 suicide survivors 那survivors其實是一個國際間研究的議題 最主要是我們對於這群遺族的關懷 希望說他們不要也成為下一個自殺的高風險群 這樣的議題其實也是同學值得去關注的 那我知道在我們這個課 我們這一群人當中 也會有這樣的一個人存在 那難免因為他影響的人太大了 加持以這個80萬來講的話 就是有800萬的自殺遺族 存在我們的這個社會中 所以我想不管你的角色 你是一個自殺遺族 或者是你是一個什麼樣的一個 關注這個議題的人 我想我們對於他的知識 對於我們未來做所謂自殺防止的一個精神是不變 我們希望能夠朝向不必要的死亡 我們讓他減到最低 甚至在美國他們有談 所謂的zero suicide這樣的理想 那當然就一個小的區域 這個理想相對容易達到 但是就全球來講 一年80萬到100萬 這是一個全球要去共同努力的議題 所以透過每個同學去影響你們周遭的族群 特別是如果在現在自媒體的時代 每個同學在網路上可以發揮一些的力量 我相信自殺防止 我們朝向所謂zero suicide這樣的一個理想 應該不是不可及 當然這個就是看區域性 好 那所以下面這個圖呢 主要老師是希望能夠讓大家了解 我們目前台灣的趨勢知道一個背景 那這個是在全國自殺防治中心 台灣自殺防治學會 他們所統計的一個圖表 我們可以看到 這是從83年到108年最新的一個數據 那同學你們應該是哪一個世代的族群 你們是哪一年出生的 89 你們已經進入到快要90 90的世代了 那我們看到在你們出生 大概是在around這個時期 你們看剛好是在台灣自殺率怎麼樣 攀升的時代你們出生了 那大家看到紅色是自殺初死亡率 而綠色是標準化自殺死亡率 他對於這個年齡性別有做一些的標準化 也就是說我們當我們看那個紅色曲線 你會覺得為什麼紅色曲線都在綠色之上 因為他是一個初略的一個統計 也就是我們不分年齡性別 就是以他的人數死亡人數去除以總人口數就是了 那所以以10萬人口 他的單位是10萬人口的一個數字 所以以你們出生的我們看89年好了 10萬人口有11個人 他的初死亡率是11 那最高的時期是在民國94年 我們看95年是最高峰是19 那我們知道全國自殺防治中心成立於哪一年 考考各位同學 在民國94年 由李明斌教授跟我們當時的衛生署 也就是現在的衛生福利部 共同成立的這個全國自殺防治中心 就是為了要挽救我們台灣自殺率的趨勢 所以你們看到到了94年在這個高峰 成立自殺防治中心之後 只有隔年增加 那接下來怎麼樣 慢慢的 我們看那個綠色曲線比較清楚 標準化的自殺使用率就慢慢逐年下降 一直到最近我們看到104到108 維持一個平坡 但是我們知道這幾年 同學修這個課你們就會看到更詳細的數據 青少年的這個自殺死亡率 還有他的自殺行為 就是自殺企圖率這個部分 慢慢有越來越高 所以雖然這邊看起來平平的 可是我們如果進入到各年齡層 那就值得我們去關注了 所以目前秀出這個全台灣人口的結果 主要是先讓大家有一個印象 知道說台灣其實最高峰 從95年之後這幾年有下降 然而在這幾年的一個緩波 大家會發現事實上108年又比107年高 所以其實這個議題 我們還是要持續努力下去的意思 因為他還沒有來到我們30 這個大概是30年前的標準 當然我們希望再往下待 所以開這堂課其實也是有很遠大的目標 當然我們理想上希望每個同學都為自殺防治 盡一份心力 那我們未來可以再挽救我們台灣 在自殺率的一個增加 大概是這樣 好 那所以這個課程目標就跟大家稍微簡單說明 首先希望這個課讓同學有一些的自我反思的能力 那可能同學大一的同學從高中上來 你們可能很習慣的就是聽老師講授這些課程 但從這堂課我們這學期有一個不同於以往的一個規劃 就是希望同學們可以增加一些對這些議題的一個自我關注 自我探索 自我定義問題 甚至就是去找尋這個問題的答案的能力 因此在這學期我們非常強調這個第一個課程目標 就是你有很多的反思 第二個促進你們對於心理疾病 以及心生症成因的了解 那事實上也有人稱之為精神疾病 英文叫做psychiatric illness 或者psychiatric disorders 那這些精神疾病或者心理的健康問題 特別把心生症也列出來 是因為他在人口群的盛行率非常高 英文叫做psychosomatic illness 他跟自殺也非常有關 所以在這堂課一開始在下週 下週跟下週就會講到壓力跟疾病的關係 你們就會了解到原來心生症跟壓力是 極度相關的 那我們怎麼樣做好壓力管理 去預防這些疾病是重要的 所以大概這個第二個目標 主要是在講大家所學習的這些內容 第三個是需要讓大家去熟忍 心理健康促進的理念跟技巧 特別我們強調就是說有一些在 不管是正向心理的技巧 或者是一些我們講心情溫度計這種 自我照顧然後關懷他人的工具 而且是一個簡短的工具 那這個我想大家是很實際 學了技巧可以去應用的東西 那其實在守門人的規劃上 我們希望說大家是我們18週大概會有 50幾個小時的學習 實際在最後我們也會透過李教授 透過自殺堂的學會 頒發給每一個同學一張認證 因為在學會過去我們歷年來 都是會給休課的同學一個很大的肯定 只要你有投入 那這個證書代表著你接受了學會 50 將近50個小時的一個守門人 知能的學習 那這個是很了不起的事情 所以希望同學未來都可以投入 在這個學習裡面 那其次第五個談到探討壓力疾病 跟健康的關聯跟預防 以及最後增進學生關懷社會的能力 我想是滿重要的 那因為學校目前也非常關注同學們 怎麼樣能夠增加這個 所謂關懷社會的能力 因為我們是有社會責任 在這一塊上面我想希望 透過這一學期的課程 也讓同學們去練習怎麼樣關懷他人 所以我們特別在心情溫度計的 這個那一堂課 以及整學期的規劃 我們有五次的機會 讓同學們先學習自我關照 所以有四次心情溫度計的 的一個自我測量 那特別規劃有一次 是關懷你周遭的親朋好友 歷年來同學都很喜歡關懷自己的爸媽 那爸媽接受到這個關懷 我想應該意義滿重大 所以希望當然同學們 在心情溫度計那一堂課的學習 你們可以再去反思一下 他可以帶來的一些影響 以及我們學習了之後 當然我們希望是真正能夠應用的 所以他不是只有一個功課而已 希望是在作業的部分 還有就是老師等一下會發一個手冊給大家 希望是手冊也是能夠讓你們就是落實 這個練習心情溫度的一個媒介 好那課程主題概念我想這部分 就是讓大家知道我們這堂課是12個主題 所集合而成的一個一門課 那所以右上角的這個數字就代表著 他的一個主題編號 那他是依序 我們會從1到第12個主題來做講授 以及你們的討論 那大致上來講大家可以看到說 我們是希望說從左邊的這一塊 走向右邊的這一塊 基本上就是從壓力到疾病到自殺 這樣的一個關聯性 我們希望能夠去阻礙 能夠去幫助他脫離這個疾病的一些困擾 所以往右邊就是能夠經由一個求助的歷程 他包括專業跟非專業的求助 所謂非專業比較是一般親朋好友 周遭人的一個幫助的部分 那專業的資源廣泛的涵蓋醫療 以及像是心理、社工等等 這些比較是專業領域的資源的一些幫助 那這個是大家要去理解的 在求助底下的一個議題 所以大家會看到說在這個架構下 那旁邊有一些的影響 包括像從左邊走到右邊 他會有自殺污名的影響 自殺迷思的影響 那媒體會去影響到這兩件事情 所以我們在最後一堂課會講到媒體 主要這個部分很重要 因為我們希望說現在自媒體的時代 不管你是一個公眾人物 或者是你是一個市井小民 事實上每個人從媒體都可以去 對於這個自殺的污名 或者是自殺的迷思可以做一些的翻轉 所以這個部分他可能對求助是有影響的 同時我們另外一方的抗衡 就是希望說大家透過守門人的學習 透過溝通技巧的一個學習 來影響這樣的一個阻缺的力量 所以大概這兩個上下是有點抗衡 那左邊這邊跟壓力有關的就是失眠 我們希望說從壓力到失眠這個部分的一個影響力 也是大家能夠學習能夠去了解 而且能夠去降低的 因為當然從左邊的這個部分 假使他越影響越小 當然他走向自殺的這個危險因子就越少 那通常來講你們上這堂課一定會學習到 自殺絕非單一因子可以解釋 所以你們要去了解他有哪些的 多重的累積的一些危險因子 那相對有哪些多重的累積的保護作用 我們可以去幫助這些人 所以這個是在這個路徑下大家要學習的 那下面這邊我們有 之所以把他另外獨立出來 是因為他可以去抗衡這個所謂壓力 導致最後自殺結果的影響 那包括像星期溫度的學習 那正念呼吸 正向心理這些 那這各自都有一週會來談這些主題 所以以往有同學會覺得說 我們主題好像前後會有點overlapping 會重疊 但是其實要告訴各位 我們當然盡可能要讓大家理解 每一週主題的重要性 他有他獨特性存在 那同學要去理解前後的關聯性 那怎麼樣能夠學了前面 你可以應用後面再做延伸的討論很重要 那我剛才有講到 因為在這學期我們會用比較探索式的教學 所以在這12主題下面呢 可能大家會有更寬廣的一些探索跟學習 不見得受限於老師在這個主題命名下 比如說舉例來講 我講那自殺迷思其實是一個蠻小的一個area 他可能在自殺學裡面 他就是一個大家要理解的有關自殺 在影響自殺求助的其中一個 或者說影響你什麼人跨出去幫助別人的一個因素 那可能大家可以去找問題 比如說你可能要問老師老師什麼事 為什麼會有這些迷思 你可能要更具體的問我 比如說假使我們常見的一個迷思就是 常常喊叫自殺的人不會去做 那假使你要問我說老師真的不會嗎 那你要告訴我你找到了資料 你認為呢 你覺得這樣的迷思 他為什麼會存在 或者是說你為什麼覺得他 應該不會是一個迷思 所以類似像這些的疑問 我希望大家是有經過思考 然後找到一些數據或者佐證的資料 我們可以再來進入細節的討論 那舉這個例子讓大家知道 我們所謂的探索式教學的一個精神 那這張呢17週的一個主題 大家看到後面的編號 就是我剛剛把12個主題呢 都列在上面了 那依序我不贅述 但是大家可以注意一下 就是除了這12個主題以外 有一些比較特殊的規劃 大家看藍色的部分 那藍色的部分就比較不是我們典型的 三部分的一個課程進行的方式 舉例來講電影欣賞就很不一樣 電影欣賞會是全班在這裡 我們一起看電影 然後可以進入到一些議題的討論 那在病友分享會這個第10週也很不一樣 因為老師會希望透過實際把病友邀請來現場 那以往同學都還滿喜歡這個部分 因為病友來到現場 很多同學都覺得說 跟我想像中的那個schizofrenia 就是思覺失調症好像很不一樣 那跟我想像的憂鬱的人好像很不一樣 那當然這些病友都是已經在社區 努力很久的人 那我們很陪伴的這些病友很久了 這些病友多半都是李教授在 精神科門診的病人 以及我跟李教授在過去 我們在做研究當中所接觸的 憂鬱的人群 或者是精神疾病的人群 那很高興他們都同意到現場 那可以跟同學有一些對話的機會 所以同學在第10週學了前面很多東西 那希望說你們可以藉由這個寶貴的機會 跟病友有一些的對話交流 你們想要問什麼都可以把它寫下來 那一樣會有層組的準備 在助教帶領下你們會準備一些題目 那現場我們就可以來討論這些問題 再來第16週 校園行動方案是要帶大家 學習了整學期的知識之後 我們可以往校園 有一些課堂外的活動 所以成組呢我們會在助教帶領下 你們去選定一個主題 準備你們要宣傳的東西 如果你們需要的是面板 我想我在學期應該會準備一些面板 讓各組可以去設計 你們想要宣傳的一個內容 基本上的內容一定會從前面來找 所以請同學不要超出這個範圍外 那我想四位助教都很有經驗 希望他們可以帶領大家 有很好的一個action plan 所以可以把你們的規劃 實際在校園來落實 那我們等一下會有 後面都是細節 大家可以再參賽 我只是先讓大家大致有一個理解這樣 那最後期末的成果發表會 我們主要就是有一個微電影 所以成組的同學 你們在前面會善用時間 來討論那個微電影的一些拍攝 跟他的劇情 那以往我認為台大的同學 都非常的有創意 都非常優秀 那都完成的非常超乎我們的想像 所以也期待這學期 休課的同學在最後可以有很好的表現 課程要求我想我就不贅述 這個部分有幾個紅字的提點 就是我們有課前課後 課前學期單大家請忽略 我們這一次是用手冊的方式 基本上手冊是給大家 在課前的閱讀 你可以有一些你的發問 或者重點的一個記錄 都可以寫在上面 那課後的作業我們是線上腳交 也就是在庫爾平台上面 所以大概這個部分 課程要求大概大家可以再詳細的看過 那成如剛才我跟李教授提到 心理健康促進技巧的重要性 我們希望大家是可以實際的回去 反覆的練習 它的效果才會是最好 好 那大概這個部分的說明 那IBL這個全名叫做 Inquiry Based Learning 那這也是我剛剛一直強調的 大家可以看到那個紅色的流程圖 最主要的精神就是在於 有別於以往同學們都是利用 老師們設計的所謂這個課堂習題 它是非常明確的兩到三個問題 讓大家在課堂討論課當中 可以有一些聚焦 那我想有別於那樣的形式 那個叫做PBL 就是比較是有一個問題做引導 或者有一個情境讓大家可以去聚焦 那我們這學期會比較希望就是 同學們是自行找到你想研究的問題 不一定是研究 那這邊寫研究其實是指同組的同學 一起要來討論的一個問題 那所以你們的課前準備工作很重要 假使你沒有課前去形成你自己的疑問 可能你在討論課裡面 相對你的參與度會比較少 那這部分請大家你的準備度一定要夠 那根據這個問題 可以乘組提出假設或暫時性答案 接著蒐集相關資料 所以在課在你們討論課當中 要麻煩大家把你們能夠帶來的資源 譬如說電腦啦 iPad啦這些 你們可以在課堂的過程中找尋資料 這個形式跟過去很不一樣 那但是給各位更大的空間 是希望說大家來到這邊就會有一些 可以去廣泛蒐集資料的機會 那我這邊也會提供兩台的iPad 如果說四組助教這邊有需要的話 如果學生有需要的話 我這邊可以提供這樣的教學資源 那可以讓學生運用 最後得出的結論就是你們最後第三部分 第三小節同學要上台報告 所以這個IBO的一個形式主要就是希望 訓練同學深入問題來討論 然後積極聆聽他人 充分的有交流 而且增加大家學習的深度 大概有這樣的一個精神 好那簡單講一下我們課堂出席 這邊講到15分鐘算遲到 那也要請助教們就是著實的登記 這部分請大家遵循 那我們會扣分 缺況的話大家請注意 缺況第四次我們會不給通過 所以麻煩 如果你要請假 一定是在課前就要用線上系統完成 那以往大家同學很多林林總統的狀況 希望大家不要有太多的一些狀況出現 但是如果你真的有個人的一些狀況 也麻煩先讓我知道 工價的話一定是沒有問題 那學校的工價都會有證明 也麻煩你們一定要上傳到請假的系統 讓老師知道一個依據 並假的部分麻煩就是要有你的這個就義證明 好那最後我們就是以線上請假的資料為依據 來計算分數 那課程的進行方式我們剛剛講到 比較特別的是這個講授法其實是很有限的 因為我們不是傳統的講授的課程 所以我們講授法只有在每一週的前面大概30分鐘左右 大概是3點以前我們一定會完成就是前面的講授 那它比較是重點的提示 因為後面比較期待大家是可以透過各種方式 來探究我們當週的一個主題 那也會有廣泛的線上教材 包括電子書或者是教學影片 那些應該都在各位單子上面 你們可以掃QR Code 這些課前閱讀 老師只是希望透過指引單 讓你們有比較快的一個獲取現唱教材的方式 但是假使你們可以自己到QR平台 那也是一樣的道理 你們可以自己上QR平台看所有的一些教材 翻轉教室的應用在我們這邊 這學期還是依舊強調各位的 自我學習團隊的部分以及習題 這個部分應該沒有所謂的習題 就是課堂的討論 就是你們在討論課的一個深入討論 那其他我就不贅述 討論課的部分 所有的設計我想 都要求大家是要完成課前閱讀 那我們有一個學習手冊的一個設計 所以學習手冊老師會納入評分的參考 但是當然他不是唯一的依據 主要是利用手冊的方式輔助大家學習 那分組的討論我們時間列在這裡 大概一組會有20個人 因為我們總共90個人左右 會有這個平均分散到4組 所以有時候可能一組會到20幾個 那每一小組會再有次分組 希望是達到比較好的討論的效果 所以一小組大概一個次分組 大概就是4到5個人左右 那麻煩每週我們在助教的引導下 你們會選主席紀錄 還有一個比較特別的職責 就是次分組的小組長 因為我們人一多呢 就需要有一個小組長去把大家拉在一起 所以老師期待就是說 每一個小組裡面的次分組 都能夠發揮你們討論的一個效能 那次分組的小組長的職責 就是說帶領你們這小組可以去探索 那當週的主席當然也有重責大任 主席呢你就是必須要 會整這4、5個次分組 他們最後討論的結果 那這邊這個表呢 就是讓大家更清楚知道 各自的角色職責 那我不贅述 但是提醒一下 假使你是擔任小組的主席 麻煩你看一下打勾的部分 你必須要充分的掌握一些當週的進度 還有你要去規劃怎麼來進行討論課 成員之間他的這個討論深度廣度 你身為一個小組的facilitator 你怎麼去促進他的這個過程的進行 那如果離題的話你怎麼辦 維持團體和諧還有就是掌握時間 特別時間我覺得很重要 那以往有經驗的助教呢在帶整個團體 當然有時候時間難免會用的比較多的時間 我希望這次我們是大家都可以掌握時間 因為最後第三部分 其實是希望說全部的人一起來聽聽看 跨組的一些主題的呈現 所以希望這個部分主席跟助教 還有赤分組的小組長都注意一下 這個掌握時間太重要了 我雖然這邊TA反而沒有打勾 但是麻煩四位助教也注意一下時間性 好我們這次時間要好好掌握 好那其他我就不贅述 我們酷爾的指定作業專區是紀錄的職責 所以這個最後每一週的紀錄要上傳到酷爾的指定專區 好那評分這個很重要了 大家很關注就是怎麼拿高分 以往拿高分的同學我想很簡單 第一個課堂有充分參與 助教給你的這個討論的表現呢 是高分的每一週的高分 當然帶來最後一定是高分 那當然我們不求同學們每一週都要發言 因為我們這一次講 剛剛講過是一個不同的嘗試 就是每個同學都要事前有一些的inquiry 你的探索帶過來之後 那乘組的一個討論 所以助教會觀察各位手冊的紀錄 所以這個學習手冊的紀錄 以及你在小組裡面的表現 都納入計分這個占30% 那高分還有一個秘訣 就是掌握作業的部分 那以往大概我倒過來講 有一些同學的成績 他受到一些影響 我想是因為沒有交作業 那以往作業其實真的量滿大的 所以這學期我大大的降低了 各位同學的作業量 主要目的就是希望大家就是 真正focus在這個作業的學習上 我們把作業限縮在只有12個主題作業 那麻煩他是課後腳交 所以在當中你上完課 你就可以在禮拜五之前 我們是禮拜三上完課 禮拜五之前你就把你的學習心得 或者是課程回饋 或者任何你的意見就寫在上面 他最主要核心評分的依據是看 你當周學習的一個成效 所以希望同學可以好好拿到 這個部分的分數 佔25% 那星球文度計我們總共四次的話 我們是20% 那這個是我們都有限定時間 也都有清楚的寫在PPT後面的內容 所以麻煩同學忘記時間 一定要再去看 那我們這邊其實又把 deadline都放在上面了 最後期末的微電影佔25% 所以這個也是關鍵性的分數 那我們課堂的參與討論 這個有細節 那強調就是同學在課堂上的 主動提問或回答 所以往往我都會請四組的助教 登記一下 有上台發言或者老師問問題 你有舉手表達意見都非常鼓勵 那討論課的依據都在這裡 請同學們掌握 那作業這邊有細節的說明 我們線上閱讀教材 除了Core 我們還廣泛的運用了 台大的開放課程 以及在全國之大防治中心的 珍愛生命數位學習網 那這些資訊 大家只要Google都找得到 所以希望大家善用這些 那當然我們有限定在 每一週他必讀的內容 請大家務必要完成 那作業期末我們都希望 有一些鼓勵啦 所以我們會折憂給予一些獎勵 好那這個是作業期限 麻煩大家就是掌握他的腳腳期限 因為預期的話都會著空 我們就是打七折 就是你原本可能你是十分 我們就變成七分了 類似像這樣 那期末為電影的規範在這裡 有一些規定我想屆時 我們會有同儕評分 票選出全班那一組是最佳影片 我們就全組加一分 OK 就期末的成績 我們全組會有加分 那請大家依據這邊的一個評分依據 這邊我們感謝在玉婷助教 以及辛亭助教的一個協助之下 我們把它建構的更完整 評分依據我想我們是四個部分啦 那我們不強調說 大家一定要拍攝非常精美 而且演技一定要很好 不是 我們強調的應該是讓大家在題材 是符合課程的要求 劇情創新 拍攝手法不會太 不會落差太大 拍攝的技巧我想這個是一部分的分數 那專業的知識傳達應該是相對重要的 以上是我們這堂課的說明 大概希望鼓勵同學有投入一定收獲 就必然多 所以No PIN No Gain 後面的一些補充教材 這個是讓大家先知道一下 我們未來會有的一個設計 包括這個正念呼吸的QR Code 你們也可以先上去看 我們會再上這方面的內容 那等一下我跟助教討論分組的時候 就會有微電影的欣賞 那這個部分會請一個同學來協助播放 就是在你們等待的同時 我們就會讓大家先看一下過去同學期末的成果 那等一下你們每個有選到這個課的同學呢 都會拿到這個手冊 這個手冊是在教育部108年 對於我們這個課程的一個補助計畫底下 我們所印製的 那很不容易的事情是我們台灣大學 對於通識教育的一個支持 還有就是老師去爭取這個教育部的補助 然後我們才有這些經費可以來幫助大家學習 雖然近幾年五指化是一個趨勢 但是老師用最有限的一個篇幅 希望是在每一週我們利用所謂的這個探索式的教學 來幫助大家可以對主題有更深入的了解 等一下拿到手冊的時候你們就翻一下 像每一週都會有一個課前預席 你要提出來的一些問題 所以這是空白的 大家看到裡面其實很多都是空白的 原因是老師希望看到 大家從Inquiry Based Learning 這樣的一個approach下面 你們是不是真的有去做討論 是不是真的有在思考這個主題與相關 你想要問老師的問題 那陳主最後會有一個結論 你們都可以寫在上面 那當然一開始可能大家會很不習慣這樣的方式 特別是大一的同學 所以老師在下週的課 我想我們會先做一個比較簡單的一個示範 在下週我們進入到主題一 主題一呢我們就會有一些 教各位怎麼問問題 或者是說怎麼樣的問題算是可以跟同組來討論的一些議題 做一些示範 所以大概有這樣簡短的說明 那我們這堂課的課前閱讀 麻煩大家上這個OCW的網站 就是在台灣 台大開放課程裡面 有我們從104到105學期 錄製的一些教材 那當時基本上的架構 跟現在大概有八成的相似度 但是後續我們大概有兩成的更新 當然很多教學的方法也都有更新 然後再次練習一下 請記著 謝謝 我請記著 這兩件事 請你 請記著 啟名 我請記著 感谢观看